耶稣姐妹朋友们很高兴也很感谢神和姬姬耶稀给我机会和各位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在国外待久了我不想和国内脱节太多 我就常百度国内的新闻一味思乡之情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让我感触很深 时不时就会想起 有一个中国学霸出生于穷苦的家庭 是家中的独子 是父母唯一的希望和寄托 他很努力的读书 学习成绩总是明夜前茅 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 完成硕士博士学位后 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 就把爸妈都接到了美国凤鸟 后来在工作评估时 被领导批了工作效率不理想不达标 他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 留下老父老母痛苦的面对 失去他的痛苦 当我看完了这个报道 就想到如果这个孩子 那个时候认识主耶稣 如果这一家人在患难中 在关键时刻有教会的人陪伴 也许这孩子会选择不同的方式 来面对工作中的挫折 和生活中的不如意 当我们的心累了 当生活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肩上 让我们觉得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 当我们走到死胡同的尽头时 如果能够遇到主耶稣 人生就算再苦再难 都不会有过不去的凯 试问一下 当您遇到困难时 你会主动寻求帮助吗 你会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吗 生猜浅他独生爱子 来寻找迷失方向的人 如果主耶稣不主动来寻找 这些人是永远找不到回家的路 今天在这里聚集敬拜上帝的人 都是主耶稣一个一个亲自找回来的人 都是他付出生命赎回来的人 他找回我们这些迷途的羊 把我们圈养在他的看顾之下 成为教会 因为爱 耶稣来寻找我们 因为动情 他收留我们 为了我们 他使了生命 为了赎回我们 在各个他的石架上 他流了宝血 付出了代价 他用他自己的牺牲 换来我们的自由 他用自己的公义 遮盖我们的羞辱 又向我们启示 用他的宝血 与我们立约结盟 他用恩言话语 像水一样来洁净我们 又用慈神爱索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来牵引我们 他用圣洁公义装扮我们 又对我们启示 永远不离弃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何等的爱我们啊 以西结书第16章8到14节 神这样对他的百姓 以色列人说 我从你旁边经过 看见你的时候 震动爱情 便用衣镜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的赤体 又向你启示 与你结盟 你就归于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时我用水洗你 洗净你身上的血 又用油磨你 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 脚穿海狗皮血 并用细麻布给你竖摇 用丝绸为衣 披在你身上 又用装饰打败你 用姜镯子戴在你的手上 姜金链戴在你相上 在今天赤太爷娘的末世里 有太多太多令人失望的事情 也存在着许多的不公平 很多我们很很改变的人事物和环境 有一首福音诗歌叫空谷的回音 把人生的虚空彷徨和不确定 表达得非常的好 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 我是空谷的回音 四处寻找我的心 问遍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哦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无安息土 笑声留不住欢乐 泪水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任凭潮水带我走 哦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无安息土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有人曾经告诉我 耶稣正在寻找我 他爱能够保护我 他守能够医治我 哦 我心中多快乐 我又见到那太阳 我心惊醒跟随他 我存还要赞美他 在基督里 我们可以在他的翅膀腰下 避栽挡阔 我们可以享受主的爱 主的平安 等候主的再来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追随并等候主 耶稣基督的末世圣徒 是末世的教会 是他末世信仰 基督耶稣是全人类的盼望 是情感永恒的归宿 是乱世中的避难处 他是心灵的安息土 圣经除了用亲子关系 祖父关系 也用婚姻来描述 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 孩子大了 就想着放飞 离开父母的身边 独立自主的生活 旧社会里的奴仆 身不由己 不受尊重 保护 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得不依附主人 才能够生存 只有遇到了好的主人 才不会被虐待 但是婚姻这个关系 和亲子关系 还有奴仆关系 是不同的 在犹太人传统的 婚礼习书里 婚姻是父母亲 为儿女精心敲选 定下婚约 婚姻关系 必须在男女双方协调下 共同的付出 共同参与并维护 才能够完成并长长久久 先知以赛亚说到 神对他百姓以色列 好比丈夫和妻子一样 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五节 这样写道 一位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万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必被称全帝之神 使徒保罗在新约时代 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众圣徒们说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 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真结的童女 献给基督 基督是新郎 是夫君 教会是新娘 是媳妇 保罗在以佛所书第五章 二十二到三十节 不仅用夫妻关系 来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又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作为人 世间夫妻相处之道的榜样 第二十三节 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第二十五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第二十六节 基督要用水借着道 就是用他的话语 把教会洗尽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见乌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在我们今天要看的 这一段经文里 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 第七到第九节的 这个印象中 使徒约翰听见众多的人 在天上赞美神 因为羔羊的婚言 即将开始 让我们一起来看 这段经文 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高养之婚言的 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第一个世纪 耶稣那个时代的婚礼习俗 更好地理解基督和教会关系的奥秘 犹太传统婚礼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首先婚姻合同是由新郎和新娘的父母签署的 新郎的父母或者新郎 会支付聘金给新娘或她的父母 然后开始了婚约的时期 当一名青年要品一名女子为妻时 她会带着约书和聘礼到女子的妇家去立婚约 与女子共饮立约的杯 然后回到自己的父家去建造新房 直到一切尽善尽美 得到父亲的认可才算完工 在这期间 女子却会把出嫁时所需的礼服和物品都预备整齐 等候新郎不齐来临的惊喜 这第一步 这婚礼的第一步呢 耶稣已经在地上完成了 基督道成若生来到地上拯救失丧的人 这是他的第一次的降临 当每一个信徒相信 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就成了教会的一份子 便进入与基督耶稣立下的婚姻蒙约 基督是新郎 教会是新娘 新郎的父亲就是上帝 而付给新娘的聘礼 是耶稣基督为众圣徒所流的血 如今在地上的教会 已经与基督定了亲 因此所有的信徒都该警醒 等候新郎的到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基督第二次的降临 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到第4节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 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你叫你们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这就是基督和教会 现在所处的阶段 第二步通常是发生在定婚一年后 当新郎在南半的陪同下 在午夜拿着火把游街 走去新娘的家去迎亲 新娘会提前知道这些即将要发生 所以她会预备好她的少女伴娘 加入迎亲行列 最后到达新郎家 这就是马太福音 第二十五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中 这十个童年比喻的基础 这个阶段象征的是教会的背题 保罗对铁上奴隶家教会 写的第一封书信上说道 我们现在绕着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教领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间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阶段象征着教会的背题 第三步就是婚宴的本身 这可能会持续数天 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第一到第二节中 加纳婚宴描述的那样 在婚宴期间 新郎新娘家人亲友 还有邀请来的嘉宾们 会一起祝贺 庆祝他们的婚礼 流水宴持续到新郎新娘出了洞房 正式成为夫妻 夫妇出现在众人面前 才能结束 这个时候婚礼才算全部的完成 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 高阳的婚宴指的就是这一步 发生在教会背题之后 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 基督与背题的教会 在空中相遇 结合在一起 然后基督带着教会 一起降临在地上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第二次的降临 让我们再看 我们再回顾一下 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这段经文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婚娶的时候到了 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马衣 这细马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妇高阳之婚宴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第九节说到 凡被请妇高阳之婚宴的有福了 你收到了耶稣婚宴的请述 祈祈帖吗 你准备去复宴吗 你准备穿什么去复宴 你准备带什么样的礼物去复宴呢 弟兄姐妹们 作为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是高阳的新娘 我们是高阳的新妇 你能想象吗 如果新娘迟到了 或者是装扮得不适当 甚至于缺席了 这对新郎是何能打的使用 神的话语提醒我们 凡被请妇高阳之婚宴的有福了 你千万不要放弃错过这个福分 主耶稣基督应许 祂必再来接我们与祂同在 一同承受祂的产业 一同治理祂的国度 一同征战 一同得胜的荣耀 身为祂默示新娘的我们 身为祂默示新娘的教会 该如何再慢慢长夜 等候祂的良人呢 我们的主耶稣 归期虽然静热 但是我们不确定 祂的时辰或日期 我们该如何等候祂 才能够不失初心 不失起初的爱心 不失对祂的热情呢 弟兄姐妹们 你们想念耶稣吗 你们渴望见到祂吗 渴望见到祂治理全地吗 渴望看见祂的荣耀吗 你们渴望永远与祂同在吗 有一首诗歌叫《她的新郎》 作词作曲的姐妹林婉容 她是怎么样写着 慢慢长夜 她等候祂的新郎 白昼或夜晚 她思念祂的新郎 虽然有时因困倦而打顿 黑夜一身 孤单又疲乏 她一心渴望 她显现的荣光 她的新郎 是荣耀的君王 她的名字 如道出来的香膏芬芳 称为诚信和真实 头戴许多冠写 她的面貌 无同烈日放光 但她甘心做她赎罪的羔羊 无比尊荣 遮不住因爱所受的创伤 她的爱情配得称颂 配得称赞 胜过一切美酒 她去乃是为她预备地方 慢慢长夜 她等候她的新郎 一天又一天 她耐心预备衣裳 她将亲手擦干她的眼泪 除去死亡 痛苦和悲伤 她警醒守候 直到号角吹响 盼望弟兄姐妹 将主放在心中如印记 戴在背上如戳记 所罗门王在雅各第八章第六 第七节这样写着 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 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记恨如阴间之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 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 犹太教会在神的能力和恩典下 的支撑之下 从旷野一路走出来 基督教会从低贱 荒凉的景况中复活 依靠的是基督的恩典 信徒靠恩典的力量 在旷野中长大 不再在罪和缺乏的状态中徘徊 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旷野 只能够靠着信心 靠着爱我们的基督 才能够走出旷野 进入安息之地 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理解 不相信不依靠 我们可以靠着自己任何的善行 在神的眼中称义 而是靠着耶稣的力量 耶稣的爱 耶稣的义 让他成为我们的荣耀 我们恳求在主的爱中 占有一席之地 并且求他的能力来守护 这一份爱情 将耶稣作为你心中的印记 让他在你心中永远 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让他在你的心中 留下爱的印象 爱的痕迹 从灵魂的深处 你真实的 直接的要有这个确信 若是没有经历到 这一种爱的感觉 你的心就不能够安息 而真正爱基督的人 会嫉妒厌恶 一切吸引他们 离开他的事物 尤其是他们自己 免得他们 做任何刺激圣灵 叫圣灵远离他们的事 如果我们爱基督 那么辜负他的爱 或者是受诱惑 而抛弃耶稣 这一件事对我们来说 将是最痛苦 也是令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 没有任何水 可以熄灭基督 对我们的爱 也没有任何洪水 可以淹没他 任何事情都不能减弱 我们对他的爱 生活中没有什么 能够成功的 诱使信徒停止爱基督 基督的爱 使我们能够击退 并战胜来自世界的各种威胁 和诱惑 第二 我愿风吹入我们的园子 愿我们的园子发出香气 使我们的园子开满 芳草香花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吹来 吹在我的园里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 进入自己的园里 吃他的家美果子 愿风吹入我们的园子 愿我们的园子发出香气 愿我们的花园开满了 愿我们的花园 果园 菜园 开满了芳草香花 结出家美的果子 神造了伊甸园 交给亚当夏娃治理 耶和华赐给以色列 牛奶云蜜之地 叫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 同样的 主耶稣也给教会一个园子 要弟兄姐妹们 要众圣徒们 一起努力 一起合作 一起来照顾 一起来看管 一起来打点 让我们祈求 在圣灵的带领和影响下 我们的园子 能够多结家美果子 在灵力所领受的恩典 还有感动 就像花园中的香料一样 是有价值 有功效的 有效力的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 做工时就像风一样 风吹来了 吹到我们的园子里 吹到我们的教会里 吹到我们的生活里 吹到我们的心里 吹到我们的家庭里 吹到我们的团气里 有寒冷的北风 虽然寒冷 却能够坚定 我们的意念 也有温暖的南风 能够安抚 使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的心灵喜悦 它激起美好的感情 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愿意做善事 使我们能够活出 瘦果累累丰盛的生命 而我们教会 邀请基督来享受 教会中我们 教会园子里面 果园里面所有的荣耀 品尝园中生产的家国美食 让我们阴谋 他的悦 而心里面感到喜乐 安慰和满足 我们的园子 原本就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他的 我们不能真正的 享受丰收的喜乐 除非我们所结的这些果实 都是能够荣耀他的果实 所以弟兄姐妹妹 愿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 因着神的北风南风吹来 而发出香气 结出家美果子的花园 果园菜园 让我们寻求与世界 保持一种隔离 就像一个不对外开放的 由皇帝御用的花园 避免与世界同流和污 第三 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是属于神的 要为主持守节操 守身心灵如玉 如真结的妻子 主耶稣 他聘教会为妻 教会是他的新娘 教会将要成为他的新妇 而我们等候耶稣来临 我们要为他 一起守护教会的圣洁 一起保护教会 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洁 真结无瑕疵的心腹 和西亚书第二章十九节 这样说到 神这样对他的百姓说 耶稣对他的教会说 我必聘你永远为我期 以仁义公平 慈爱 联礼 聘你归我 在新约的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 使徒保罗对主的门徒这样说 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结的童女 献给基督 第四 让我们相信 接受并享受神的爱 常在他的爱里 主耶稣对我们说 正如父 我爱你们 正像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耶稣因为爱教会 为了我们舍了自己 他对我们的爱 永远超过我们 能够回应他的爱 他对我们的爱 永远超过我们对他的好 他对我们的好 永远超过我们对他的好 他的信实 永远超过我们的信实 为一人死是有的 为人人死或有感错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天灵地有多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能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的救主 教会当在凡事上尊容基督 说服基督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 要用水借着他的话语 把教会洗尽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瑕疵 皱纹 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 而没有瑕疵的 主耶稣爱我们 主耶稣爱教会 他的爱 超过我们所能 衡量测度的能力 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能力 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能力 超过我们所能回应的能力 因此我们也当尽量的去爱教会 并且努力的竭力的彼此相爱 正像基督总是保养顾习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因此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竭力追求爱主胜过一切 马太福音22章第36节到第40节 记载着耶稣和一个犹太律法教师的对话 这个犹太律法教师问耶稣一个问题 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因此 让我们彼此勉励 竭力追求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这是一个目标 值得我们终生去追求 值得我们彼此鼓励大家一起去追求 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这也是一个目标 可能我们这一生都没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但是我们应该竭力去追求 创世纪二十九章里面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就是雅各和拉杰他们相爱的故事 二十节这样说到 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杰 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为了娶拉杰 就为了他的父亲做了七年的工 当作聘经 虽然辛苦 但也有甘甜 虽然时间长了点 但不曾失去盼望 虽然付出的代价大了些 但是 雅各认为拉杰是值得这样的付出的 虽然这个故事 不仅仅是为了七年 他最后为了娶拉杰 他工作了十四年 但是他愿意因为他深爱拉杰 所以就看这些的年岁如同几天 若我们心中有爱 若我们心中爱主耶稣 不论是在教会 在家里 还是在职场上 不论何时 何地 何光景 我们都能够做到 也愿意去做 也愿意为这样的目标去努力 那就是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 生活中有很多的难处 教会侍奉中也有难处 有我们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有很多我们不喜悦的地方 有我们觉得困难的地方 有我们不能改变的地方 但是为了主 为了爱主 我们能够做到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因为主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 而圣灵在我们 也帮助我们 以对主有永不止息的爱 盼望弟兄姐妹们 能如露窃目吸水一般的可想神 可慕与神相见 渴望祂的同在 愿你的心 愿你们的心 如诗人在诗篇42篇中的叹息一样 神啊 我的心窃目你 如露窃目吸水 我的心可想神 就是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忍不住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啊 愿你坚持地等候他回来 不丢弃起初的爱心 若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 就要回想你在哪里跌倒了 并且悔改 叫起初所行的去行 否则主就要来 当主来的时候 他要把我们的灯台 从原处拿走 第六 愿你珍惜这一段等候的日子 好好准备嫁衣和嫁妆 启示录十九章七到第九节这样说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 又服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第八节说到 心腹的嫁衣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教会作为基督耶稣的新娘 在末世的时代 不能关上自己的家门 至少能浅血 天父已经为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聘教会为妻 而耶稣也已经带着他的约书和聘礼来到地上 与我们立了婚约 他与我们共同引用他所 他写所立的约的碑 然后他回到天父家里去建造新房 只等到一切尽善尽美 得到了父亲的任何后 他就要来迎接我们 与他永远在一起 我们在这等候的期间 作为他的新娘的教会 必须把握时间和机会 把出嫁时所需要的礼服 嫁妆嫁衣 还有一切的物品都预备整齐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新郎 不齐而来 不齐来临的惊喜 感谢主赐给我和弟兄姐妹们 一起为教会 编织嫁衣和准备嫁妆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一起参与 神在北美本地 还有在海外的各样的事工 以下是我在刚果参与比较多的工作 我们这个团队在刚果也有其他的事工 但有一些事工我参与的比较少 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们呢 也在祷告上和金钱上 对我们在刚果黑角式的事工 有很多的参与和支持 我第一个参与的事工呢 是好消息广播电台 这就是全年365天 每天广播9个小时的福音 还有圣经教导诗歌的广播电 福音广播电台是属于宣道会的 从今年6月起 我们已经开始训练了志愿服务同工的一些培训工作 从8月14日起一直到9月25日 我们每周六都安排了整天的网播技术的志工的培训的课程 第二个我参与的事工叫做口传文化圣经故事母语诗歌的创作 我们从上周开始呢就创作了开始创作第四首诗歌 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第三个我参与的事工比较多的事工呢 是个有一对法国宣教士夫妇所成立的基督教的私立小学 叫做黑角市植物园基督教私立小学 他们从刚开始的两个学生到今天将近60个学生 感谢神今年6月有4个12岁到13岁的学生从这个小学毕业 第四个事工是叫做下甲之家 这是一个新的事工 是专门支持黑角市区刚果宣道教会里面 一些无子无女年老贫困的寡妇 或者是丈夫过世又无亲人支持的单亲妈妈家庭 这是一个新的事工 所以有很多的细节都还在筹备中 但是呢这些主里的姐妹们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伤心故事 每一个都是靠着主 靠着信心过日子的姐妹 神给我们时间和许多机会 来参与支持各种不同的事工 来开展天国的产业 我们当用信心 我们当用信心 爱心 耐心 恒心 勇气 和平 温和 良善 喜乐 正直 公益 自治 和盼望 像真 像真 像现一样 来真真现现 的秘密的支出光明解白的嫁衣 耶稣 基督托付我们的产业 我们要好好的经营发展 不要把主赐给我们的恩赐 资源藏起来 不要因为懒散 惧恐惧失败 或者害怕有损失 就不好好的学习治理主的产业 当我们尽心尽力而为时 就算一时失败了 主也不会怪罪 但是不信 和不义 和不忠的心态 必不蒙主的悦纳 我们定会羞于践踏的面 最后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一个小小的经历 我住的地方 离好消息 我们电台很近 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几天前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我从我住的地方走到广播电台 在路上看到一个坐在路边 抱着一个幼小孩子的女子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对劲 可能是她的身体语言 也可能是这个时候 通常不会有人坐在那一个地方 但我想也可能是圣灵吧 总之 我注意到她 当我和她的眼相对看时 她向我求救 我跟她说 我没钱 就转身离去了 我当时也真的是没钱了 我刚陪着我的同事去吃饭买衣 花了二十块美金 身上只剩下几个铜板 走着走着 我想了想 算了算 发现我身上还剩下一千两百中飞发廊 就是大约不到两块五 两块五的美金 我想也许能够帮她付个公车费 或是买几条面包 我就走回去把钱给她 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发烧了 她不知道她的女儿为什么发烧 她不知道她怎么了 她什么也没有 如果她能够有五千块中飞发廊 她就可以马上带她女儿去医院看病 这五千块的中飞发廊 大概就是十块美金 我看着这娘脸 就对她说 你在这等我 我一下就回来 我就跑回家去拿钱 我一路上心想 到底是该给她五千呢 还是给她一万 很快决定给她两张五千钞票 一张给看病 一张给买药 我跟她 她跟我说了谢谢 就立马起身 背着孩子走了 我走回广播电台时 心里面感触很深 很想主快来 带来新天新地 让世界不再有贫穷疾病 世人不再因罪 而受苦受难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需要耶稣 需要教会帮助的人和家庭 主看见 他一直都看见的 希望你我也能看见他们 愿为他们停留一下 付出一点 一杯冷水 一个面包 帮一个小王 说一句救命的话 在他们为难无助时 向他们伸出双援手 把神的爱带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 这世上有一位上帝 这上帝爱他们 愿意帮助他们 求主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看见 使徒约翰看见的 他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 还也不再有了 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愿我们和圣灵 还有历代历世的众圣徒 一起同声地向世人呼唤 来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口渴的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听 教会的新郎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听 基督的新娘说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看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装扮 主耶稣的新娘 叫她美必如月亮 皎洁如太阳 威武如展开 惊奇的军队 看 她从旷野上来 一路靠着她 她的良人 只等到她的再来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 阿们 我愿主耶稣啊 我愿意识 我愿意识